女人嫌丈夫没本事将其逼到自杀 随后又很心抛弃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改嫁他人 结果成年后的儿子失业又成年入百万 女人得知急忙却跑来表示要弥补亲情 这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名叫向春里 找到记者后 她表示自己32年前由于丈夫去世之后改嫁 随后便将自己的儿子杨阳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但杨阳的爷爷奶奶对这个倩儿戏似乎很有意见 家里的坐机换成手机后 不仅没有把新的联系方式告诉她 现在连儿子的消息也不肯说了 听到这里 记者只觉得像春丽是个可怜的母亲 她只不过是想见见自己的孩子而已 于是便带着向春丽先找到了杨阳的爷爷家里 谁知公公一看到这个30多年没见过的钱儿媳 马上就像见到温婶一样想要躲开 记者见状 连忙解释向春丽来这里只是想要找到儿子 不过老人这时又装起了糊涂 她说自己已经82岁高龄 老伴也已经死了好几年 面前这人虽然自称曾是她的儿媳 自己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记者见状 也只能提起了老人死去的儿子 您那个儿子是去世了是吗 是怎么去世的 自杀 一提起儿子的死 老人似乎把一切记忆都激活了 但从老人的口中 记者得知他的儿子当年 与其说是自杀 还不如说是被向春丽逼死的 那时候在这里 在这里走手 又没发工资 又没了好多钱 等几天来就要接 他要接这么说 他要接到娘家去 我再来就没得接 也没有针对 再来又要断黑的 碗里就为了起碗 经过里也不起碗 他就不给碗 他就倒倒了把他击下 原来自从嫁到杨家 向春丽就开始不断地向丈夫要钱 要到钱后就会送到娘家 但丈夫杨广平时也就是做些小工 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 向春丽要不到钱 每天就开始咒骂杨广 杨广忍无可忍之下 选择了喝农药自尽 而此时的向春丽才刚刚怀孕五个月 向春丽的丈夫去世不久 他就生下了正在寻找的儿子杨广 不过还没等杨广断奶 向春丽就把儿子扔给了爷爷奶奶 自己转头就嫁给了隔壁村子的一个男人 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孩子 这也导致杨广的爷爷对象春丽极为不满 爷爷说他后来无力继续抚养孙子 便只能把杨广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抚养 弟弟则带着孩子去了广东 据老人说 杨广被过忌后他们曾去看过不下十次 可像春丽却一次都没去过 现在老人说杨广已经以628分的好成绩考上了一科大学 并在一家大医院里成了医生 不过像春丽一旦问起儿子的具体联系方式 老人就以自己年纪大了为由说记不得了 临走前 像春丽还想给钱公公留下200块钱 老人则直言自己不稀罕 我不要 您这么大年纪了 他也孝敬您的 我姐 我不要 得不到儿子的联系方式 像春丽只好信心离去 谁知还没走多远 就有好事的村民告诉记者 杨广的书爷爷已经回到了村里 最近还盖起了新的房子 根据村民的指引 像春丽来到了杨东霖的家里 杨东霖倒没有像哥哥那样装作不认识像春丽 不过一开口 他还是以心疼孩子的方式表达了不满 你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知道你 没得到别的电话 你应该给他提一个电话 应该给我一个电话 考上大学以后 买了 买了14岁的时候 你应该给他提一个电话 考上大学里你应该打个电话 对 恭喜一下 有没有什么困难 他也会想一些问题 等一下有妈妈 我没妈妈的爱 杨东霖说 杨阳刚到家里的时候 他的条件也很一般 但杨东霖还是想尽办法 给杨阳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 想春丽却只在孩子8岁时来过一次 次后便再没出现过 对于杨阳这个孩子 书爷爷一说起来 就仿佛有着到不尽的叹息 他说自从懂事开始 杨阳就说不清 有多少次要找妈妈了 最危险的一次 是杨阳12岁拿年 曾两次写信给向春丽 向春丽明明收到了信 却没有半点回应 这也导致杨阳直接 离家出走想要找回母亲 结果杨阳这一都就是70多天 被找到的时候 警察发现 她正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 从此以后 杨阳明白自己这辈子 可能是见不到母亲了 便开始专心学习 直至考上大学 听到这里 就连记者也开始觉得 向春丽实在有些过于残忍了 可面对这样的情况 想春丽也只是不停地道歉 但话里话外依旧是想见到儿子 看着苦苦哀求的向春丽 叔爷爷还是把杨阳 在广东的地址告诉了她 杨阳自从毕业 就在一家大医院里 一路做到了主治医生 可向春丽来到医院门口 却突然怂了 也许她心里也清楚 30多年的隔阂 早已让母子至亲淡漠 最后还设计者帮忙打通了电话 杨阳乍然听到母亲的消息 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只是答应了下班之后来见一面 得知儿子没有直接拒绝 向春丽的得意之情 也是一预言表 刚一听到敲门 向春丽就兴奋地想要抱住儿子 但杨阳只是极其冷漠地把她推到了一边 向春丽见儿子对自己如此冷淡 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起了当年的遭遇 原来她怀着杨阳时还得了假抗 这才导致情绪极其不稳 生下杨阳后 爷爷奶奶对向春丽的死活则是不管不顾 这才导致她只能兜下儿子 自己则回到娘家休养 这时 向春丽的现任丈夫出现了 她不仅对向春丽细心照顾 两人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 不过向春丽在被杨阳的爷爷贴脸输出时 却丝毫没有提及过她的这段经历 所以可信度还是打着一个问号的 不过杨阳听完母亲的解释 态度还是明显缓和了不少 甚至还在记者的鼓励下声音地喊出了一句妈妈 不知在以后的生活里 这对母子将会面对怎样的未来